哈喽大家好我是丁丁 这支影片要来讲到天堂W5月第一周的更新 第一个内容是开放了欧灵饰品魔法卷轴 这个卷轴在活动情节内可以透过制作取得 它的特色是使用的卷轴进行强化的时候 失败时道具不会消失 第二个更新是龙的标志 它是一个全新的饰品栏位可以佩戴上去的 你可以使用地龙火龙或者风龙珍珠进行制作 制作出来的龙的标志 你一样可以使用饰品卷轴或者是欧灵饰品卷轴进行强化 第三个内容是变更了奇人城攻城战的分组 分组一为伊瓦马普勒 分组二是阿顿宙斯 分组三潘朵拉跟甘特 分组四是帕格利欧跟肯恩 分组五亚丁跟沙哈 分组六是死亡骑士还有恶魔 分组七英海萨特罗斯 分组八格兰肯斯利安 分组九是俄雷恩安塔瑞斯 哈丁法利昂跟欧瑞 然后在5月12号奇人攻城战结束后 只要占领前程的城堡 还有他的联合成员都会获得 雅丁攻城战入场券 那第四个就是要开放第二次的大师攻城战 雅丁城拉 他的开放时间在5月19号 第五个内容就是 血蒙角色世界伺服器移民活动开启 相关的时程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不然会错过移民时间 第六个更新内容是 巴拉卡斯世界开放的攻城战 时间在5月12号开启 第七个新增了全新的娃娃探险地区 春之庭园入口 第八个活动内容就是 精灵的松木魔杖 透过血蒙迁道将可以获得松木魔杖 可以和血蒙成员一起狩猎首领怪物 下面一个内容就是血蒙加倍 活动期间可以获得四种血蒙加倍优惠 第一个是团战奖励加倍 第二个是捐献费用折扣 第三个是血蒙捐献次数增加 第三个是血蒙贡献度加倍 第十个活动内容是魔法娃娃探险 活动期间你只要让魔法娃娃去探险 欧灵大作弹的地图 就可以获得关键道具 金块 你可以使用金块去购买各项的虚保物资 下面一个更新内容就是 某个勇士的秘籍第四弹 第十三个内容就是2024年CM硬币第二季 这次的CM硬币是死亡骑士 它会出圈在肯特奇人跟雅丁村庄广场 它的争议效果会有三种 第一个是死亡骑士的守护 第二个是死亡骑士的一级 第三个是死亡骑士的祝福 再来这一次因为新增了欧灵饰品卷轴码 所以也开放了欧灵饰品魔法卷轴箱的贩售 里面会给你22个欧灵饰品卷轴刻印的 还有1000个龙魔石 最后这一周的开放制作是传说戒指选择箱 还有传说项链选择箱 跟传说腰带选择箱 以上就是天堂W5月第一周的更新内容 这支影片希望你们会喜欢 我们下次再会咯 大家拜拜